习近平拉中共陪葬 三方博弈将在中国上演 港府重手招外劳 建筑业呈失业重灾区 反中情绪高涨 菲律宾华人陷入窘境 买不买中国制造的C919大飞机 越南航空公司CEO一句话回应 英国建宝遭遇严重网工 美国FBI协同调查 美国研发新型玻璃凝胶将掀起产业革命 得人抗力访问英国 将和查尔斯会面 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新网知声TV两韩药文 今天是6月24号 星期一 在广告时间里 我们来说一个健康的话题 有研究表明 保持良好的睡眠质量和健康的 胃肠功能对整体的健康有着重要的影响 许多专家指出 现代人的生活压力大 这些问题是越来越普遍了 而健康520的产品正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而设计的 陈先生是一位忠实的健康520用户 他已经购买了四次三高代谢保 起初他的精神状况不佳 睡眠质量差 三酸甘油脂过高 肠胃也有问题 但是经过两个多月的使用 陈先生的身体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陈先生说 他还补充说道 陈先生的肠胃和便秘问题 也得到了显著的改善 健康520是您的健康守护者 无论是改善睡眠质量 提升精神状况 还是调节肠胃功能和血脂健康 健康520都能够帮助您实现 加入健康520 体验真实的健康转变 好的 来看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中共党会习近平近一年来 攀上了权力的顶峰 夫人彭丽媛又被发现掌握军中 考评升迁大权 军队的效忠口号 也正从听党指挥变成听习指挥 这些变化对于中国人和习近平本人来说 分别意味着什么呢 在中共二十节三中全会召开之前 前中共党校教授蔡霞做出了分析 蔡霞22日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中共相信江山必须掌握在自己的孩子 也就是红二代的手里 将来才不会被挖祖坟 习近平就是因此而成为了共产党培养的对象 蔡霞说 六四事件之后传出 中共挑选接班人有三条规定 一个是要选自己的孩子 也就是要是红二代 第二个必须是红二代听局级 第三必须是开枪派 也就是支持六四镇压 89年时任人大第一委员长的习仲勋 曾去天安门和305医院慰问军队 这对于习近平尚未起了很大的作用 蔡霞说 到中共二十大发生了两个标志性的事件 一个是胡锦涛被当众强行带出会场 而主席台上的中共要员们 连动都不敢动 连眼珠子都不敢转一下 第二个是新一届的中共常委 全都是习近平过去的秘书和现在的秘书 因此中共二十大成为了分水岭 在这之前是党天下的习近平 二十大之后变成了习天下的共产党 既然习近平将党天下变成了习天下 中共这个党和习近平之间是否有矛盾呢 伦敦国王学院刘氏 中国研究院主任克里布朗曾提出 中国共产党是无情的 如果习近平的政策造成社会动荡 威胁共产党的统治 习近平本人就变成了问题的所在 就会遭到反对和处理 布朗认为共产党无情统治的时间比习近平可要长得多 不过蔡霞认为要说矛盾 当今中国实际上是中国人的生存 中共的存在和习派保持权力 这三者之间的生死博弈 蔡霞举例说三年清零 习近平不顾人民的死活 将整个中国变成了一个大监狱 白纸运动就是人民遇到生存危机时刻的反抗 他最终迫使习近平不得不解封 在党内 时任总理李克强也曾设法尽可能的发声 想恢复经济 蔡霞提到的这三方的博弈 包括中国人求生存 中共要保政权 习近平要保统治地位 正在中国经济崩盘的刺激之下 愈发的激烈 资深媒体人颜春沟日前发明说 中国所有的难题都是习近平的国策造成的 要么逼习近平放弃他的政策 要么解决习近平本人 但是现在在中共的党内 已经无法形成反习的统一战线 没有人能够阻止习近平找死 不过习近平一人找死 却要中共全党陪葬 颜春沟说 中共开始对私企甚至是个人倒查30年的税收 让中小企业没有生路 制造更多的失业 私企大量的倒闭 政府税收必然会减少 政府的日子过不下去了 只有更疯狂的搜刮民间 这是一个死亡循环 没有办法摆脱 等查完私企 医院院长 学校校长 体制内的官员 就会成为中共新的打劫对象 这类似于杀鸡取卵 饮鸩止渴 不能够长久 问题是人人都知道 可惜谁也没有办法 香港政府近日公布 近年2月份到4月份的失业率为3% 和1月份至3月份的数字持平 但是失业人数小幅度增至13.3万人 就业不足率方面 2月份到4月份 比1月份到3月份 微升至1.2% 建造业继续是失业的重载区 据自由亚洲的报道 建造业的失业及开工不足人数 持续恶化突破3万人 回到疫情期间的水平 还有不少建造业的工人 的实心被压低至少30% 但是与此同时 港府却说 这个行业人手短缺 从去年的7月份到今年的6月份 已经吸引了8000名大陆劳工 南下援助香港 统计处20号公布的最新资料显示 大陆外劳抵达香港之后 香港建造业的失业及开工不足人数 及比率持续的上升 建造业总工会指出 建造业中扎岗工首当其冲受到影响 目前约有9000名注册扎岗工 其中约有三成一周开工不足30小时 一名扎岗工人化名德子对自由亚洲表示 他们正受到经济不景气 与外劳输入的双重打击 最近的这个月和同行感受到的经济压力 比疫情期间更加的大 外劳几百个几百个的下来 任何工种找工作都很困难 德子解释说 港府的做法是 如果招聘广告贴出一两个月 都没有人来报名 就当本地人手不足取账外劳 但是其实没有人做的真正原因 是工资太低了 业内有实力的公司 故意请一大堆低薪的外劳 来压低本地几十年经验的老师傅的价钱 老板用这种办法解决预算不足的问题 外劳每天实际工资 比本地普通工人低大概要一半 三个外劳等于一个本地属手师傅 中共在南海挑衅袭击菲律宾的补给船 菲律宾的华人却连带受害 目前有报道指出 菲律宾社会仇中情绪高涨 菲律宾约有120万华裔 其中93%来自福建 另外还有数百万菲律宾人有华裔血统 华人早在300年前 西班牙殖民时期就来到了菲律宾 中华文化已经渗透到食物 习俗等菲律宾主流文化当中 独立食品公司WR数字研究 最近近1765名非国公民进行调查发现 高达58.3%的菲律宾人不信任中国人 其中更有13.4%的是高度不信任 比其他国家高出许多 从社交媒体来看 大多数反对者认为 中国人不遵守规则 中共在南海的攻击更是加剧了 菲律宾社会的这种反感情绪 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学者施运林警告 当前的气氛对华裔菲律宾人不利 华裔通常被认为在经济上占主导地位 政治上不忠诚 文化上是异类 给菲律宾社会和政治带来腐败等问题 中共吹嘘的中国制造的C919客机 是第一架国产客机 但是却被发现 其实主要的零件几乎都是来自美国 而且至今C919都没有取得欧美试航证 近日越南航空因为引擎维修 出现飞机短缺的问题 国东会上有人问到是否会考虑采购中国的C919 据自由时报的报道 越南航空有11架空客客机因为引擎维修而被停飞 向空客及波音订的新飞机调到2030年 或者是2031年才会交付 飞机短缺造成越南国内机票 比去年同期上涨了15%到17% 不过 越航执行长在国东会上表示 在观察中国C919取得全球试航证的过程 目前只有中国当局发给C919试航证 这番话被认为暗示暂时不会购买C919 东方航空去年5月份进行C919的第一次商业飞行 往返上海和成都 但是当是飞一个月就一丝出事了 C919早上从上海飞离成都后没有返回 当天的回程航班改用空客 当时旅美前中共海军司令部中校参谋 姚成曾分析说 C919没有如期返航上海可以判断出现了问题 C919至今没有获得欧美的试航证 中国民航上海试航审定中心主任顾欣 今年5月份受访时表示 正计划就国产的大飞机C919 向欧盟申请型号认可 期待能够在明年获得有关的认证 英国国民保健署月初遭遇重磅黑客攻击 近日约3亿笔病患资料被发布到暗网 英国国家打击犯罪局 已经和美国的FBI合作着手调查 据《泰晤士报》23日的报道 专家形容这起网络攻击 是英国历来遭遇最严重 危害最大的网工行动之一 黑客入侵国民保健署承包商 并领检验服务新洛威市公司的系统 窃取大笔病患的资料 并且影响仅3500个手术和约诊 俄语黑客团体麒麟20日夜间 将窃取的资料公布在暗网 这些资料经过压缩仍然有近400GB的大小 麒麟稍早前曾威胁新洛威市 支付4000万英镑的赎金 否则公布并换的资料 美国网安公司调查显示 麒麟迄今已经至少在30个国家 发起过网工及勒索 英国国家打击犯罪局正考虑主动反击 报复黑客组织并且删除暗网的病患资料 《泰晤士报》报道说 取回病患资料是有意义的 因为调查员可以通过分析资料 传输过程中的电子指纹来追捕黑客 许多分析指出 医疗服务机构是黑客勒索的热门目标 因为部分资料失窃 甚至可能威胁病患生命安全 受害机构或者是个人 往往会不计代价的要赎回信息 因此让黑客有了欲取欲求的空间 美国一项研究取得突破性的成果 研发出一种即像玻璃一样坚硬 又能够像橡皮筋般有拉伸性的材料 料将兴起产业革命 据美日科技网报道 一般来说 室温下玻璃聚合物坚硬但是容易碎 凝胶则柔软但是强度不够 它们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材料 但是一项6月20号发表在权威科学期刊 自然的研究成果 却将这两种材料融合 成功的开发出玻璃凝胶 这项研究由美国北卡罗莱纳州大学的 研究团队完成 团队负责人迪基教授介绍说 玻璃凝胶像玻璃态聚合物一样硬 但是加压可以拉长5倍不会断裂 更令人惊叹的是玻璃凝胶被拉长之后 只要加热就能够再次恢复到原来的形状 玻璃凝胶还有很好的导电性 超过传统的塑料 从性能上来看 玻璃凝胶可以用于电子产品 医疗设备 航天工业等领域 迪基教授指出玻璃凝胶的制成相对的简单 可以利用模具来塑形 甚至透过3D打印技术直接成型 这将大幅度的降低生产成本 并且提升生产的效率 有助于快速的迈向产业化应用 日本德仁与雅子抗力 在6月20日下午抵达英国伦敦 展开3天的国事访问 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将亲自接待 据美联社等媒体的报道 德仁抗力头两天将出席私人活动 从25日到27日展开官方的行程 其中在白金汉宫的国宴最受瞩目 因为凯特王妃可能罕见的先生 这是查尔斯宣布罹患癌症之后 接待的第一次国事访问 德仁出发前表示 他很感谢查尔斯三世 抱恙接待他 也祝福正在接受治疗的凯特王妃早日康复 英国将在7月4日进行大选 日本外务省官员表示 由于英国政坛正处于竞选阶段 因此没有安排德仁夫妇 与英国首相苏纳克的会面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在静一时间里 我们来一起关注 刚刚进入夏天的中国大陆的水灾问题 现在基本上是 每一到夏天 中国各地就会出现 百年不遇的洪水 千年不遇的洪水 但是就在这短短的五年时间里 就有好几个省市的民众 连续遭遇两次泄洪 导致房子仓库被炮损失严重 网传视频显示 安徽省社县的江敏芳 经营的烟酒店再次被洪水淹没 所有的货物再一次 一夜之间毁于一旦 江敏芳苦诉说 风乐水库四年时间里 两次放水还让不让人活了 2020年的社县洪水当中 它的仓库就被洪水淹没 损失2000万 灾前不预防 灾中忙宣传 灾后搞重建 建完之后凭感动中国 接着无限的循环 这就是中共的天灾治理流程 网友说 2020年的涉陷洪水 将民方的仓库被淹了 损失2000万 然而四年过去了 非需却再次上演 这不得不让人质疑 这四年里 当地的政府究竟做了什么 那些本该用来加强水利设施建设 提高灾害预警能力的资金又去哪里了呢 较不醒的独裁者比天灾更加的可怕 一些官员习惯了太平时期的个务生平 对潜在的风险视而不见 甚至为了眼前的利益 不惜牺牲环境和安全 而当灾难真的来临时 他们又会用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来推卸责任 把苦难留给无辜的百姓 再用幸存的百姓谱写赞歌 用遇害的百姓谱写悲歌 不管是什么歌 下次天灾还会切割回来循环一遍 网友质问 你信不信 他们坚信这一定 有网友不仅悲凉的质问 说你信不信 他们坚信这是天灾 和共产党一分钱关系都没有 而同样是在天晴时存着水 下雨就泄洪的还有广东汕头 在6月22号 当地的人称 泄洪没有鸣笛通知 导致有人不幸遇难 也是在6月22号 湖南省的淮化五强西镇凌晨 发生暴雨内涝 当地的居民说 昨天晚上突然下暴雨 因为水无法排出导致内涝 目前已经有一老一小遇难 同样是在6月12号 湖北咸宁也遭遇了洪水的入侵 网友说 现在的状况是 水火无情 人有病 天灾必有人祸来加成 联想到我们今天节目中所说的 中共要对私企倒茶税30年 网友们不禁感叹 这位被洪水泡了2000万的江敏方 如果再被一查睡他就永世不得翻身了 网友总结说49年的时候 他们说解放以后就好了 59年的时候他们说炼钢以后就好了 69年的时候他们说文革以后就好了 79年的时候他们说先父以后就好了 89年的时候他们说开枪以后就好了 99年的时候他们说下岗以后就好了 09年的时候他们说暴运以后就好了 19年的时候他们说清零以后就好了 29年的时候他们还会说解放台湾就好了 等着吧 肯定会好的 如果你说这些套路是老叫重谈了 那么也有新鲜的给您来看一看 面对着冲泡水库淤泥的大水 犹如咖啡一样奔涌来袭 但是总能为邪恶包装 为灾难来唱赞歌的罗刹国 又上演了一个新的技能 科技与狠活 手机一键滤镜的模式 让咖啡泄洪现场 一秒变成闭波荡漾 湛蓝清澈的关海模式 顿时这韭菜幸福感拉满 被洪水困在房顶上 等待救援的紧张心情 立马就变成了一个人说走就走的 巴厘岛海景度假了 要说苦中作乐这方面 韭菜国新发明创造 总是能刷新人类的科技下限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也请您要记得点赞 订阅希望之声TV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